人生就像一家存储的银行,你按照它的规则形式,它就会向你支付应得的那部分。 养生就是拿在我们手里的一本存折,让我们在适当的时间中存储。 人们都是渴望自己长寿的,于是他们给自己设定养生的目标,激励自己向着目标一步步地努力。 但可惜的是,人们在追求心中长寿梦时,往往忽略了养生的细节,这个细节就是灵存,它是为长寿的整取所做的准备。 王先生身患养尾,走了很多医院,吃了很多药,也不见好。 有一次,在到一家医院就诊时,医生对他说,是要三分毒。 依我之见,你就不用瞎吃药了。 我教你一个法子,你不妨一试。 王先生,你有什么法子? 医生说,这是一个省钱的法子,而且挺管用的。 这个法子就叫提纲缩纲,只要你坚持,你的病情就会得到大的改善。 说完,便教给他一套提纲缩纲的方法。 王先生坚持练习一段时间,渐渐感觉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又过了一段时间,他不仅找回了原先的自己,而且老病痔疮不见了。 后来,王先生又见了一次交给他这个法子的医生,对他说,这提纲缩纲真是健身的法宝,我现在是一举两得。 想不到阴绕我多年的痔疮也治好了。 提纲就是有规律地往上提收纲门,然后放松,一提一松就是提纲运动。 也就是说,提纲是指主动,有规律地收缩和放松,肛门不肌肉。 经常提纲有利于养生保健。 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全身的各个部位或器官一般都可以得到活动。 唯独肛门这个部位得到的活动却是有限的,由于人们在各项活动中腹部给肛门造成压力,特别是老年人的器官松弛和肌肉弹性的减弱。 因而更易的痔疮,十人九智就说明了痔疮患者之多。 提纲就是预防和治疗痔疮及相关组织疾病的一个有效方法。 练提纲的同时牵动了腹部的内脏器官,因而消化,吸收的功能也得到改善,进而全身的健康情况得到改善。 纲门与会阴部位在人体的最下部,所以一提一缩。 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人身上比较薄弱的地方。 这一带靠软组织直接承托着腹内脏器,人在直立状态,更增加了这里的负担,并使得这里的静脉血向心脏的回流较为困难。 如果长期不活动,就容易造成气中堵塞。 人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,出现许多手病。 会议是人身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,是气血通向上肢的关键,因此提缩会因对经络畅通有直接功效。 通过提缸运动,可以改善肛门及肛门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,减少静脉的淤血和曲张,并能提高直肠平滑肌的收缩力,提高直肠肛门及周围组织的抗病能力。 提缸运动,简单一行,随时随地都可进行。 提缸应注意这样几点,每晚临睡前及早曾起床时躺在床上各提及50次。 每次大小变后,紧接着提缸10次。 在于重体力劳动时,要注意提缸。 性生活后提缸30次,此时提缸尤其重要。 因为性兴奋时前列腺过度充血,液体分泌大量增加,收提缸门能使前列腺很快回缩,还能使前列腺液及时地排出。 提缸时,肛门有规律的一提一松,交替进行,使到20次为一变,每日可做数变。 提缸时,应精神放松,一次缩提缸门的时间可有几秒至数十秒钟,但不宜过长,以免造成疲劳不适而影响效果。 提缸法能促进和改善胃肠和肛门部的血液循环,使肛门扩约肌得到锻炼,并以此达到生体中气,补气养精,调和气血阴阳,健身防病的目的。 患有痴疮,肛裂,腹泻,便秘,脉性前列腺炎等疾病者坚持用提缸法很有好处。 那么,经常提缸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? 提高夫妻性生活的质量。 女性骨盆底和阴道的肌肉中有一束肌肉叫做持骨为骨鸡,它犹如一张绷紧的吊床,支撑着骨盆内的全部脏气和阴道的肌肉。 如果该肌缺乏经常的锻炼,而处于松塌或异常紧张的状态,将会引起阴道敏感性下降,性快感减弱,经常提缸强壮会因,提高兴趣。 一般中年妇女,尤其是阴道生产的多产妇,抬头压迫可导致骨盆底和阴道肌肉变得松的萎缩。 产生也可造成骨盆底肌肉松弛和阴道扩张或韧带裂伤。 经常提缸可以使整个骨盆底肌肉群变得坚实而富有弹性,有利于生殖器官的血液供应,增强性感受能力,进而可提高夫妻性生活的质量。 经常提缸可以约束尿道。 治疗尿失禁 当尿液不由自主,无法控制地由尿道渗漏出来,这已成为很多成年妇女的烦恼。 尿失禁的诱因是在运动,咳嗽时负压增加,使得膀胱压力突破尿道的阻力,使尿液漏出或膀胱肌肉收缩,尿道肌肉放松。 造成尿液不自主地流出,经常做提缸动作,可以增强骨盆底肌肉群的反应和收缩能力,增进肌肉的张力,加强尿道的阻抗力。 经常提缸可以沥水通灵,保护前列腺。 中老年男士的排尿障碍约半数与前列腺肥大有关。 前列腺位于膀胱之下,内有尿道穿过,当病变而肥大的前列腺压迫尿道,使尿道变窄,尿液不易排出,尿线变细,尿后还有残尿感等症状,最终可累积肾脏功能。 提肌动作可使骨盆底珠肌,提缸肌,持骨为骨肌,尿道扩约肌以及神经,血管等组织的新陈代谢活跃起来,达到沥水通灵,消除前列腺肿大及炎症的作用。 小贴式提缸操 收缸站立,双手插腰,点起脚跟,同时缸门上提,持续5秒,还原,重复10到20次。 坐立提缸坐姿,双足交叉,然后双手插腰并起立,同时缸门收缩上提,持续5秒,再放松坐下,重复10到20次。 家腿提缸仰卧,双腿交叉,臀部及大腿用力加紧,缸门用力上提,持续5秒左右,可逐渐延长提缸的时间,重复10到20次。 屈腿提缸仰卧,屈膝,双足根紧量靠近臀部,双臂平放体侧,以脚掌和肩部支撑,骨盆抬起,同时收缩肛门,持续5秒左右还原,重复10到20次。 屈膝,双腿交叉,持续5秒左右。